欢迎回到2011大选论坛 现在我们请谭教授提问 我们都知道移民和难民政策的一个目标是让家庭团聚 但是现在申请担保家人移民来加拿大 平均要等待5到10年时间 我想请问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政策 才能让我们的移民制度更加公平和有效 我们需要把人、人道主义放在首位 我知道有些丈夫因为申请担民身份而和怀孕的妻子分开 之后一直不能看到自己的孩子 想象一下4、5年不能看到自己的孩子还有父母 他们住在海外,没有家人 因为他们的家人都移民了 一个80多岁丧老的老妇人,一个人独立生活 而这里的家人又急需要帮助 他们需要日托服务 我们需要医疗护理服务 我们需要家庭更多成员 共同来维持正常的生活 我们新民主党一定是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的 我们会让尽可能多的家庭团聚 我看到加拿大的华人对这个问题非常关心 联邦政府任意地削减了50%的家庭团聚移民名额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完全无法理解 在我所在的选区 在橡树林万锦选区 我们的社区发展得非常快 更多新移民搬来这里 第二代移民则转到北面的万锦 橡树林 国王室 他们都需要家人的帮助 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 如果有祖父母们在家 我们就可以出去工作 把孩子交给老人照顾 哈珀做出削减移民的各项政策决定 我们自由党提出要恢复这些名额 几年前我在移民委员会任职的时候 移民申请来加拿大 不管是从哪个国家 平均需要4到6年时间 包括家庭团聚类移民和经济类移民 现在这个时间增加了一倍 为什么呢 这涉及到拨款 他们说的和做的不一致 我们不能相信他们 保守党只有一名发言人 他就是总理哈珀 他时不时把其他部长嘴上的封条除去 按照他的意思说一些话 然后马上再把封条封上 我要说 对于家庭团聚移民名额 我们自由党会恢复被削减的名额 还有海外资历认证问题 我们也会有对策 我们绿党要让移民能够申请来到加拿大 而且能够找到合适他们的工作职位 如果新移民是一位医生 比如是来自亚洲 但是最后在这里当了一名出租车司机 这是不对的 我们还认为 大家是来到这个国家 组建起这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 我们要确保他们的家人也都能一起过来 因为来到这里的人 怀着美好的愿望 要为我们的国家和社区做贡献 如果阻止他们的家人团聚 是一件违背道德的事 我们的社会必须合乎道德 我们的政党要维持社会道德 我是在六岁的时候移民来加拿大的 我很幸运与我的祖父母们一起移民过来 但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 我的祖父母必须回去 我也希望我和我的祖父母们在一起 从而得到他们的熏陶 我们需要让家庭团聚 如果把家庭分割 将会对我们的社会不利 请问您的政党会如何帮助移民 获得海外资历认证 我们需要一些有创意的计划 不是提供一些拨款 让新移民可以上学这么简单 一些移民过了40岁 有了孩子 很难再重返学校 再花7年到10年的时间 拿到医生执照 我们需要更短的课程 我们有来自中国 来自印度的医生 我们知道 这些人已经拥有20年 30年 40年的专业资历 我们需要的是 如何适应加拿大的从医环境 不再从头开始 或者他们可以从事医学研究 不再做医生 但是仍然可以利用 他们的专业知识技能 这是学校改革的一部分 要做的工作 同时 我们还要改革资历认证机构 移民们涉及很多专业领域 这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在项树林万锦选区 最初这里是一个以白人为主的 讲英语的社区 现在我们的社区更加多元化 这个选区的经济发展很成功 这都是因为有了移民 移民政策不会拖累经济 支持移民们融入社会 帮助他们加快资历认证 是在帮助我们的经济更强大 而不是削弱经济 在资历认证方面 我在国会委员会任职的时候 曾经做过一次全国寻访 了解资历认证 海外受训专业人士 公民身份等问题 与省级机构专业协会 包括医生协会 律师协会 会计协会 护士协会等讨论 我们发现需要进行对话 邀请他们参与进来 找到解决的办法 我们必须主动积极地做工作 因为我们已经浪费了 大量潜在的资源 这些专业技术人员 是我们急切需要的 加拿大还有500万人 没有医生 500万 我曾经问当时 担任联邦卫生部长的甘李民 有多少加拿大人 没有家庭医生 他说他不知道 这个问题在加拿大 已经被讨论了30年40年了 如果可以 我希望能够兑现承诺 我们邀请这些专业人士 移民来加拿大 我们邀请是因为 我们承诺他们 可以在加拿大 找到适合他们的工作 让拥有护士专业资历的人士 来到加拿大 做一些物业清洁的工作 这是不正确的 不公平的 这也不符合 加拿大人所崇尚的价值观 如果我摔断了腿 去医院救治 我关心的 不是这位医生 能不能说英语 而是这位医生 能不能医好我的腿 我相信 只要他有专业资历 他就能做到 非常感谢各位的辩论 稍后我们会继续下一个问题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